晚安 欢迎收看六远一号的台式 晚节新闻 我是书凯文 指挥中心今天公布新增262例本土个案 还有校正回归65例 总计327例的本土个案 另外还新增13例死亡个案 对于目前的疫情走向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由于校正回归的案件数已经相当少 考虑之后不再公布校正回归的数目 目前看来疫情有缓降趋势 RT值有往下降 这是过去14天大家努力的成果 但现阶段台湾还没有乐观放松的本钱 新增本土个案依旧破百 但好消息是疫情有缓降趋势 一号新增的本土个案262例 校正回归65例 总计327例 另有新增13例死亡个案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看到校正回归后的数值 疫情已经逐步下降 这是过来的14天 大家这样子非常紧缩的过日子 那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持续的一个努力 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战果把它维持住 疫情没有再变化 有点下降的趋势 第三级的措施呢 有发挥一定的效果 如果每天还是有接近100个 那解封还是很困难 看看新增的个案分布县市 依旧是新北市最多166例 台北市居次共87例 目前校正回归数量还是以双北较多 但因为校正回归的案件数持续减少 对疫情影响小 未来指挥中心将考虑 不再公布校正回归数 现在还剩下6437笔案件 预计这一两天内会全数完成 虽然目前看来疫情初步获得控制 但不少专家忧心 未来一旦防疫松懈 疫情会再流行 外界也想问指挥中心 接下来是否要把社区清零当作目标 要社区清零 那当然是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是要控制疫情 但没有乐观 也没有放松的本钱 尤其现在致死率还不低 陈世忠强调 就算病例数下降 也是没有本钱放松 得继续对抗疫情 记得综合报道